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人为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议生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议生 一两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处天下定太平 一处天下定太平 南无量寿妙至圣王残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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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维新圣教 世界和平促进会 李建世代表 维新圣教中华民主联合剧主总会 李建世代表 维新圣教过分数道场 住属法师代表 而禅吉山土城安心道场 住属原冲法师 而原甘法师 与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前世同修代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辛丑莲 公祝阿弥陀佛佛 佛大 富国徐灾 台湾平安 两岸和平 天下一家心 九十九天的法会 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九十四谈 同时 同时也是两岸 三十四谈 在云梦山八卦城 皇陈老祖殿 深谈 第四十二谈 四十二谈来 我们谨征华子 有维新圣教 世界和平出境会 新任旅士长 严谣法师 担任 这个整个的法会的仪式旅程 并请我们的李建市同修代表 乡花情乡花营 公营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宿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灵 中华民族 九百一十八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 阿吉法会坛上 各个联座上 苏祖灵 来到台湾净土 谈吉山宣佛寺 全我大残堂 端座联台 静心听文维新圣教三十三经 来回向 并由维新圣教 换备学院院长袁松禅师 带领诵经法师 申口御供养 公宋租经供养 这一谈的大华会 谨尊玉皇大帝 慈云 皇上老祖 天威 观慈云菩萨 天威 台湾祖师 天威 即开天九大菩萨 天威 做正盟 奉送 中华民主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祖祖灵 即法会谈上 祖圣灵 够一本宴 回归 西方极乐世界 活净土 成佛回去 在还没到达 极乐世界之前 我们当下 所有的列祖 列宗 仙灵 全部在 前后禅堂 我们在 十一月十六日 要举行大会议 然后 十七日 摘天 扩瘠天 扩瘠天 奉送 列祖列宗 朱祖灵 连归 连归 吉乐 净土 在一本 残疾山 宣伙 宣伙 到达 吉乐 净土 还有好几站 第一站 第一站 残疾山 先佛寺 第二站 回宣圣教 八卦圣城 第三站 南天门 第四站 才到达 极乐世界 佛镜头 所以这整个的 法仪过程 必须要有 仰仗 玉皇大帝的 十云 开天九大菩萨的 天威 加持 灌顶 才能圆满 我们努力的 修行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祈愿 农天护法 保昌生 化学干戈 徐战争 意愿人心相疼爱 同其世界 永和平 在今天早上的指示 西天摇死金母 盛世了 沙佛世界 净土 在台湾 台湾 净土 在八卦山 八卦山净土 在 残吉山 宣佛寺 机构 分寺 道场 都是沙佛世界的 净土 所以我们 回新圣教 目前有四十八次到场 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 我们有三万六千众的 回新社交 一经大学 回新地主 都是一起在修行 公颂鬼谷 千诗天德经 千万部 都功德 来回向给 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祖祖灵 回向给九百一十八位天主 帝王 总统祖列宁 回向给 日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 祖列宁 回向给 出由后裔 北于韩国 环雄天皇以来 两百零四位天主帝王 祖列宁 回向给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改朝换代 所发生的 三千七百六十四大小战争 王室 君民愿灵 及回向给世界八百一十六次大小战争 王室 君民愿灵 以及当下法会坛上六位祖先 祖祖灵 及 宴灰染洞 祖灵 皆能够领受 这个金宝的功德 所以王室老祖 即开天九大菩萨 的加持 灵归 极乐净土 那我们现在第一站 再迁入团堂 第二站 第二站 再迁入团堂 第二站 第二站 就在 大八卦千辛妙年台 所以这个四地的进步进展 都有无限的禅机秘存在 回心大道 两旁 攻守了 南天三十三天王 在南天門進去 迴天大道 然後進入王燦老祖 由王燦老祖接吟 王燦老祖代表玉皇大帝 在迴心大道上了接吟 各位列祖列宗朱祖陵 即当下法会坛上朱陵 然后进入九龙壁 九龙壁是在南天門 亲切九龙坐前 九龙壁 然后在两边走上去 就是迎圣台 迎圣列祖列宗朱祖陵 能到这里接受圣人 所以迎圣台 列祖列宗朱祖陵 未来都是三主而你的圣手 然后进入八卦天心庙 八卦天心庙中央 坐着王燦老祖的圣座 以及福祖陵 以及福祖寿三星的圣座 八卦天心庙中央 八卦天心庙年台的宝地 是师宪吊金钟的宝地 金钟月翔传先里 在上一任的世界和平促进会 的世界和平促进会 理事长 元玉法师 他的带领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每天都要敲醒海峡两岸 三主儿女 要花落大悲心 心怜心 手牵手 共创世界真和平 这是王燦老祖的大慈大悲 倒架持航四十年 从武道游一步一脚印 来到当下台湾净土 来掩扬普渡秦陵 封神封灵 是王燦老祖 这个世纪倒架持航 都天命 是王燦老祖 倒架持航做四十年 时时刻刻 都交代我们维新弟子 一经大学的法师讲师 玄师同修 恭送回古玄师天德经 与维新圣教三十三经的功德 依时间空间 和人世间的需求 而演化 供养 把整个的过程到现在 四十年了 为台湾及世界人民 这消灾化节的大功德 已经四百二十三件之多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 四十年来 都在默默地依教奉行 依法修行 这个都是在 为二十一世纪 地球人类 唯恐有灾难 有如二零零七年 零八年 抽养成破洞 那是全世界地球的危机 所以王山老祖 还要我们维新弟子 深谈补天 法语 在禅新山 仙火寺 补臭养成法语 在七月二十四日 我们维新圣教 开天纪念日 就可以 解除这个灾难 结果在七月二十四日 瑞士国际七项组织 发布了消息 抽养成补了 百分之三十 接下来 有疫波拉病毒 危机全世界人类 在王山老祖 给大慈大悲 圣事 维新圣教维新弟子 大家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这个疫情就能解除 以上种种不可思议 在庚子年的武汉会员 白色汹汹 世界那么多国家 受到疫情的伤害 唯独台湾那么平安 也是王山老祖 秉座玉皇大帝慈云 由微信圣教 各位法师讲师 带领 微信贤士同修 恭送鬼谷宣誓天德经 消灾化节 两千三百八十八万部之多的功德 来回向天文萨神 解怨世杰 消灾化节 终于台湾平安了 又在今年 新丑莲的疫情爆发了 在非常危急的 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 王山老祖开示 要在台中道场 深谈 公营中华山主水鸥地主 光将为台湾人民 做消灾化节 结果降下来 到了 神龙原地主 也正式在天一道堂 深谈 共营兴 共营 金宝 和一切法律 结果 结果在分短的时间 也降下来 只有几位的疫情 到了 到了6月1日 到了6月1日 到6月1日 宣言皇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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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教奉行 依教奉行 将整个台湾的疫情 全部阻止 这都是台湾人民的福报 也是我们维心圣教 维心贤士 也是共同的福报 也是我们的天命 所以王山老祖 祷教慈寒 在每当天下有灾难的时候 都会传授 我们维心弟子 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才能明养两戒同观照 阳戒的人也有生老病时的苦恶 阴戒的也有生老病时的苦恶 但是在阴界所接受的体验 还没有人间界的体验 那么的丰富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法会 丙尊王山老祖 都大使大悲 我们终于也深谈了 那么今天九十四谈 我们要预先的奉送 列祖先灵 到达 维心圣教八卦圣城 维心大道 然后登上 九龙壁 到八卦天使妙人台 然后再转生南天净土 到西方极乐世界活镜头 构置成火回去 一位本宴 祝福各位 这些台湾一鸣 永不清宫苗一生 一位本宫苗一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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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